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問題環節 歡迎大家以電話或電郵形式提問你們的股票問題 熱線電話204-6566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介紹身邊的嘉賓是我們要財政圈的事務總監 郭師志郭先生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好 看看嘉賓觀眾有甚麼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吳小姐 早安 是 兩位支持 你好 早安 郭先生 有甚麼顧份 郭先生 我想問323和1835是否有A股 還有差額是多少我想知道 不想賣 好 馬鋼方面 在上海方面有上市 A股方面有1.63元 暫時來說1.76元 嘉賓觀眾是否想賣 我本身也有 是平均過9元 平均過9元 H倍是便宜了一點 不過剛才的儲存量仍然還是多 價格還是比較低迷 只不過相關的負面因素 可能一早已經在市裡 已經解僱了很多時機 如果你說大型基建啟動 是可以舒緩這方面的情緒 一個9毫多買 應該是近期的高位買 暫時來說是接近一個 技術上反彈的高台來追入 似乎有那麼多吃虧 如果你純粹是短炒的話 你就留意一個星期的低位 是一個7毫半 如果跌穿了情況就不太好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就要退守到1.57元 相對一個5毫半一年來的低位 其實是很接近的 技術上現在剛剛在10篇 20篇和50篇線左右 跌多一點就跌來 問問自己你是炒的 還是買少許來持有 如果你買少許來持有 問題就不大 可以去 上落也不會太大 但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老老實說 一跌穿了的話 理論上你就要自洩 不過如果可以先擺擺 就暫時擺擺 因為我總是覺得 鋼材股雖然暫時沒什麼勢頭 但最壞那一刻 可能真的已經過了 不過你要馬上大幅度反彈 我想暫時還未行 包括鞍鋼、重鋼、馬鋼和重鋼四隻 如果要選一隻的話 我始終都是選擇生產冷窄鋼的鞍鋼為首選 暫時馬鋼 我想的部分還是比較弱一點 不過早前逐沉底形態 應該暫時告一段落 另外想問的股份是多少號 183中海油 183中海油 他要差額 人的差額多 還有什麼位置可以進入 現在來說沒有A股 就是183中海油 看到有銀行證券ADR 美國方面上市 現價H股在香港上市是12.76 暫時跌超過1% 應該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157中石油就有H股 還有A股 183中海洋石油就是沒有A股 只有H股 其實是人籌 以現在來說大概8倍的市盈率 4x4的股息 183中海洋石油 其實一些固執都不算貴 由於集團是開採海洋石油 和天然氣 變成下游一些業務是由沒有公司負責的 其實簡單來說 油價上升是對它最有利的 不過現在有成品有機制 就算油價上升 對三百六堅營下游業務那些 問題都不是那麼大 如果持有的話 就繼續拿著 不過13元左右 應該是一個初步的阻力位 這個也是一個月的高位 技術上來說 現在處於一個初升的階段 應該這樣說法 相對整個大市來說 它算是不差的 最低限度現在還走在10天 20天和50天線之上 不過只是到13元左右 暫時有一點卻步 我想在估值不是那麼高之下 其實可以暫時繼續持有 大氣候還是未到 你看成交金額 一直持續萎縮 可能還會略作反覆也不頂 有一點心理準備 不過如果要作中線部署 短期的一點反覆 你應該不要介意 繼續持有 好 轉聽一下嘉寧觀眾 今次有周小姐 早安 早安 兩位你好 郭教授你好 是 我早請問 我昨晚入騰訊或金山軟件 兩隻是哪隻比較好 好 騰訊700 現在做537元 見到現在的股價 10天線附近有增持 升近超過2% 接著金山軟件3888 原價是28.35元 也升近接近2% 應該怎樣看兩隻股份 怎樣稱號 怎樣稱號 是難稱的 但講過股值 騰訊現在大概50倍的市盈率 金山軟件大概38倍 但龍頭是騰訊 如果要買騰訊 稍等一等 如果有機會落回520元以下 你要博就在那裏博 因為騰訊股價 一個抽升或者一個技術上的反復 往往都二三十元 唯有等到它略為反復的時間 有少少沽壓出來 才在低位去買 策略是應該這樣做的 至於金山軟件 由33.5回落 去到26.5左右 其實已經止暴 這個技術上的中期調整 已經暫時可以滿足調整所需 28.3、28.3毛半 暫時來說 輕輕升破了一個星期的高位 技術上來說 有少少初步轉定的形態 如果騰訊股價大 駁一部金山軟件也不為過 尷尬的地方 只要升多一點 就12、15天線全部收復了 這一分鐘我覺得 如果要拼搏的話 真是在資金許可之下 當然要低一點買騰訊 但如果不想太過擔本 又想在兩隻莊中 找一隻來做一個短線的追擊的話 可能金山軟件是你比較好的選擇 暫時的目標是31元 技術上的阻力也是曬一元 短期來說 不對板跌穿了26.5元 你就要考慮自己持貨的能力 上落的幅度 暫時來說是兩元左右 可以值得一搏 但如果兩隻選一隻 我始終認為 偷低那麼多 買騰訊就比較好些了 好 多謝周小姐 轉來下一位家庭觀眾 旁邊有陳生 陳生早晨 郭先生你好 怎樣 是 我想 是 聽了不清楚 想問哪隻股份 人魚 人魚 27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是 有貨的了 其實有七十幾元買的 好 無淡事來講 其實每個月 我想問一問 其實每個月 月底又升一升 幾個月都是這樣的 然後最後中間又跌了一層 人地升他又升 其實我想問一問 基本上 月底這麼多人買 抽得這麼高 突然間過了一天 他就回來了 一天 他就打得很厲害 其實會不會 例如6月又說賭博了 會不會又有這個情況 因為我們拿著他 也沒有大問題 但是跌得很恐怖 跌到68 換言之 陳生都比較關注 就是銀魚方面的股價走勢 的而且確 銀魚就算每個月 都有波動 其實關不關 在博彩收入的數據市 每次出資前後 都會就著不同的消息 大刊報告 都有一個炒作 應該怎樣看銀魚方面的股價走勢 任何股份都會有升升跌跌 還有市場有很多衍生工具 有牛紅症 簡單地說 一升破了 就自必然出現追賣 一跌穿了 就技術上是止蝕 股份來說 沒有去到哪一天就升哪一天就跌 但一般來說 為什麼去到月底呢 因為跟期指 轉倉 跟一些衍生工具 到期是有關的 我們在場內 就看到股票的走勢 還有一些牛紅症等等 在場外一些交易 你看不到的 那邊那個 那個薄 或者薄彩的成份 可能還會更加高 再說回銀魚 去年6月25日恆生指數最低是19,426點 銀魚當日股價大概是34.7度 經歷過一輪大幅度的上升 銀魚股價最高到84.5度 我講的是升了一倍半 升了一倍半的股份 出現消化 出現回套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事實上來說 直到現在這分鐘 銀魚的走勢 都是處於一個 中期大升後的正常消化和調整之中 股價升3元跌3元 其實是很限的 因為60幾70元的股票 5%上落 已經是3.5元的錢 所以剛才你跟我說 上落很大 62元上到74元 64元上到74元 65元上到73元 其實來說 或多或少 都是和指數成份股有關 或者衍生工具有關 但最重要的就是 整體是處於一個 中期升後的整股之中 如果作為一個中線投資 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澳門的博彩稅收 仍然都持續在穩定增長 況且 銀魚的走勢 暫時來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一直都是比較硬正的 不是因為80幾元 到60幾元 就結得很弱 因為問題是30幾元上來 有一個正常的消化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直到現在這分鐘 股價沒錯 都還是比較反覆 因為走在12、15天線之間 而從近期來說 67元左右 技術上來說的支持 應該都不差 反過來 如果任何的秋升 去到73或74元 也有少許行人止暴 即是說 在一段時期 股價仍然在這個幅度之內 是走上走下的 但是由於去澳門旅遊 博彩人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在基本因素不弱之下 整顧一段中期的時間 最終它都會慢慢慢慢走上去 所以你70幾元買的話 真的要給少少耐性 當然 30幾、40幾、50幾、60幾 一直沒有買到 就比較可惜少少 沒有辦法 希望你拿得不太多 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謝謝各位觀眾的電話查詢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陳先生 郭Sir 如果國藥和石藥 現在買不買多 或者賣錢赤 國藥1099 看到三個加日公佈業績 現在做20.4 跌超過百分之一 另外一隻是石藥1093 現價做6.8毫半 暫時升超過百分之二 兩隻黎清 這個又怎樣清 1093 市盈率往績是39倍 國藥市盈率往績是17倍 二選一 我當然選股值低一點 況且國藥股價暫時 有一點整顧等變 實際上由高台25元下來 已經跌了不少 約20% 買股份很多時候 都是在技術上的回調當中 在低位做一些部署總比高追 如果反過來 20元秋升至24元買 一買便會積綁 相反來說 等等等等等等 等它跌到20元 左選水平 其實現在這一分鐘 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防守性是不差的 不過當中 為免股價會跌穿 引發一些止蝕的股額出來 所以最好是慢慢賣 二選一 我選國藥 況且國藥本身有一個 比較大的 約物銷售網絡 一旦這個板塊再重現一個炒空 國藥股價不用多了 回到22、23元 我覺得機會是很高的 但現在這一分鐘 是屬於一個逐步試低的形態 雖然不跌穿20元 我都有兩手準備 分兩柱分三柱 慢慢作中線的部署 問題應該不大 好 不如先看楊先生的電郵查詢 他想問一下 三八八八金山軟件 現價來說有沒有賣 爭稱這一隻 現價還有28.4元 有沒有賣 有少少篆定 由33.5元跌到26.4元 技術上已經完成了 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今天股價也輕輕回到10天線 當然最好是早前低點買 但早前低點買的時間 大家都不知道會否再低 唯有現在這一分鐘先賣一點 我覺得最壞的時間 可能應該已經過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股價已經輕輕回到10天和50天線之上 有一個初步回穩的形態 如果你想買4千股 現在這一分鐘應該可以賣2千線 不過如果短炒的話 就做一點風險管理 26.4元做個指示 目標暫時看31元 如果中線的話 你就不需要理會26.4元的指示位 跌低了 你再在下面加著再買 科網的板塊 我覺得大氣候還未完 謝謝各位觀眾 這時間差不多 和郭Sir做新報 提及股份自己有沒有自由 沒有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將會是上午最後一節的問題環節 如果你還有股票問題想問 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去ASK at BSChannel.com